来看到这是在台北内湖分局的远景 在星期五早上8点多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正式上班的通勤时间 他们接到了通报说有辆公车呢 因为电瓶故障了 就在民生东路跟行岸路口这边 发生抛锚的意外 而交通快打警力立刻赶到现场 为了避免发生追撞事故 还有疏解拥堵的情况 画面上您看到六位远景一字排开 就将抛锚的公车先推到了路边 不影响交通的地点之后 才迅速来排除阻碍 而后方的车流这下子就恢复顺畅了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